来看医疗方面的消息 有一位面殿的校路 王丁杰 导臭的抽筋 因为疫苗几个月后 造成不正常的特殊 自毕业的医 可以说全年都穿着 等红衣扇抗掉 在自己的计划 便宜 面殿的发酵医苏丹准和 勘扇之后 来台接受治疗 会好自身的医 既免自己有一天 可以回馈台湾 最后会的黄珍蝶 这是在缅甸北部的平安山区 在里面很善逝 在在七回时 因为拔头作成手骨折 当地医疗的技术不好 在数到骨折的所在变形 让它感觉很逼 最终不像选顿的杀 好感觉 刚才到处到处乡以前的家里 记得到病院 缅甸的发酵医苏 但准和 他决定无效为黄珍蝶来开桌 并达到家里基督教员的疫情 但生前和医疗团队赞了的支持 那这几年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 跟缅甸这边有很多的借助 那中间北山里摆下了 这一个 其实不只一位 那在这边菌和 菌和医师是非常积极的 他在缅甸的教会的长到 他从来到教育 对缅甸这样的负担 就一直持续 那在前一阵子 这个就跟我们提到 真点的小姊妹的需要 那我们也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 能这样一个美事 所以我们才有 这整个事情后续的进行 就是先说 让黄振甸的手没再弄完 他面相传闻到主持人的手用 也沉着 很久都没有沉过的地方扑扎口 黄振甸来台湾治疗 两个月就要回到缅甸 他说刚刚到台湾 对到三分的环境有一个环境 但是医疗任何的关怀 让他感觉很温暖 黄振甸这一阵来到台湾治疗 竭合很多的问题 医疗和三角的结合 也是显得医疗 没有国家的利息 将其基督教病院医院担心人 送给他一份 二店 鼓励他继续学习中文 将其基督教病院 第20当年 每当都会到泰国菲律宾疫情 五当年 甚至包括缅甸丁丁的国家 也鼓励 缅甸 华人主席到台湾 来踏医生 那就是豪述的专业 提供到中族学金 省华会 和实施的机会 希望会到背后 更多看文化 拥有 相亿 友善的人材 核心 后 也能回到缅甸 能够帮助自己 也帮助其他人 世新新闻 中文 王小帅 跟他一起 彩虹不得